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度被环保局清洁班队当成放置清洁用具的仓库 金融市长牛昌上任后逐步进行改造 其中位于防空中末端的电梯更直达上方的扇形广场 让游客不用再爬排楼后方摆接好汉坡 就可以轻松以此为起点串联整个希望之秋景点 未来从这边可以四通八达到金融塔 从金融塔很快走一下子就很快到祖谷坛 所以连去祖谷坛也变方便 再来是大家以前要去儿童游戏场的部分 就在我们后面的儿童游戏场的部分 大家也要很辛苦甚至没停车位 大概只能社区使用 未来金融市市民在对面的新儿停车场 停完走过来也可以到这个停车场上去 然后稍微我们的所有的这附近的所有的爬山的步道 都去做的更轻缓的更整齐更缓的一个部分 所以大家未来要去篮球场广球场 这整个都穿出来 不过要建造这座上山电梯可不容易 金融市这方面特别采人工着景技术开辟 施工难度颇高 它最大的问题是它是一个拱形 是一个已经稳定 不开挖不着洞的时候是稳定的状态 所以你想看看 你随便一抓它就会垮下来 然后所以最后 几斤建筑师想了半天 后来自己有一天想象说 挖井的方式 所以这是用人工挖藻的 所以人工在上面要慢慢挖 慢慢挖慢慢挖 就没办法用传统的直接钻 除了强化观光油气设施 配合全新建制的城市指标系统 加上周边停车场僻件 希望让游客来基隆不只是一日游城 也可以选择过夜 慢慢品尝基隆的城市魅力 未来游客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依据我们整个指标的系统 可以选择他想要旅游的地方 同时来基隆 他再也不是一天的旅游而已 可以说是过夜的 慢慢的品尝整个基隆的这个亮点 对于这一处神秘的防空洞对外开放 基隆市民也觉得很新奇 小孩子很喜欢 就是问说是不是以前的工人 在找东西盖的 都市发展处方面表示 中正公园希望之秋相关改善工程 总投资经费已经达七亿多元 未来透过完工后的基隆塔 及新二路防空洞等观光新亮点 将可以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 到基隆市游玩 感受山海城串联的特色观光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导 市府同仁热情地向林又昌 要签名留作纪念 先任前的最后一个上班日 基隆市长林又昌 特别协同副市长林红发 及秘书长黄俊毅 到基隆市政府各局处 向同仁表达感谢及感恩 感谢大家八年来的支持与努力 协助他完成对市民的承诺 让基隆翻转蜕变 今天是上班的最后一天 来跟各位说一声感谢 谢谢各位同仁大家辛苦 谢谢 谢谢 因为这八年来呢 基隆市政府的工作多了非常的多 我们的预算也从165亿左右呢 增加到220亿左右 所以预算跟经费大幅的一个成长 当然业务量也增加很多 当然我们市政的成果是丰硕的 不过同仁很辛苦 所以特别借着上班的最后一天 一一的跟大家道谢 满满的一个感恩 谢谢同仁们对我的一个支持 当然也创造了基隆 城市的一个愿景 以及进步 许多同仁纷纷把握机会 与林佑昌合影留恋 就连来掐工的民众 与参观的学生 也抢着与林佑昌等人合照 现场离情依依 八年来接受林佑昌市长的一个带领跟指导 整个团队 我相信在工作上都有很明显的一个进步跟得分 所以整个团队都非常谢谢林佑昌市长的那个指导跟带领 会不会不舍 会啊会不舍啊 林佑昌也说八年来与市府同仁已经建立深厚的情感 要离开难免不舍 不过他还是勉励大家继续在岗位上努力 协助新市长让基隆继续向前 成为更好的城市 其实大家都相处了八年 都非常的有感情 所以特别来谢谢他们 林晴昌当然是会有的 不过我鼓励同仁大家向前看 这个继续推动基隆的一个进步 我想基隆的发展是大家从事公职 大家共同的一个目标 所以加油就对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基隆市议会议事组主任黄连茂率领 议事组职员到基隆城隍庙拜拜 祈求所有过程一切顺利圆满 基隆市议会第二十届议员宣誓就职 即议长副议长选举即将在12月25号礼拜天举行 市议会积极布置场地 国民党和民进党两个主要政党议员席次旗鼓相当 13席对上12席国民党提名蔡旺连角逐连任 民进党则推出同子委对战 双方都有输不起的压力 积极寻求其他六位五党籍和亲民党籍市议员的奥元 相较过往这届选情异常紧绷非常激烈 虽然以往也会到庆安宫妈祖庙拜拜 但是今年刻意避开避免不必要的困扰 意识组遇到大型活动的时候都会特别去祈福 祈求活动的顺利进行 这次也是一样 我们祈求在11月25号进行政府议长选举 以及议员就职的典礼能够顺利来进行 而基隆市议会总数31席议员彩记名投票 意识组展示第19届选票指出 第20届选票也同样规格 议长副议长选举投票 第一轮必须16票过半才能当选 就算一方获得15票 也必须进入第二轮延长赛 多数票者获胜 如果票数在平手 就只能够进入第三轮 由老天爷决定 也就是抽签决定谁是议长或副议长 我们依照地质法相关规定 例如说第一次选举的时候是14比13 因为他没有超过出席人数的半数 所以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的选举 第二次的选举如果是14比13 这样子他就可以当选 如果万一第二次选举的时候 他是14比14 我们就必须进行第三次的选举 也就是进行用抽签的方式来进行 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平稳 但是也有可能左右这次议长和副议长选举 特别是万一有议员当选人罹患新冠重症 则必须住在医院以试训方式宣誓就职 虽然有被选举权但是会丧失选举投票权 如果罹患亲证则可以到市议会 没有影响到选举投票权和被选举权 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分成亲证跟重症 在重症的部分他可以在医院透过视讯宣誓 以及他有被选举的权可是他没有选举权 亲证的部分我们会规划专责的办公室 让他在独立空间里面进行宣誓以及选举权 也因此市议会议事组特地控出一间办公室 周遭用红楼隔开作为罹患新冠肺炎亲证议员当选人 宣誓就职和投票使用 进出议会动线和其他人隔开 不准坐电梯不能进入议事厅大厅 就在房间内设置另一个圈票处和投票票轨 最后再交由全身穿防护衣的议事组人员 转交进到议场内开票 为了确保投票的安全 我们规划了独立的通道 从他们进来之后 确诊的议员走楼梯 走上来到我们这边的独立办公室 然后我们由穿着防护衣的工作人员 拿票轨进来 然后让确诊的议员在这个独立的办公室里面 独立的投票 然后也完成秘密投票 所以不管是一位议员 甚至是一位以上两位到三位议员 都在这个同一个空间 然后可以进行他们的秘密投票 如果是一位以上的议员 我们一样都同时在这个独立的办公室里面 进行投票以及宣示 国民党确定提名蔡旺廉以及何淑平角逐议长和副议长 民进党则确定由同职委出赞议长大位 副议长人选则不提 寻求和其他党派议员合作胜选的空间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被看作是基隆市议会第二十届正副议长选举中 关键少数的第十九届无党籍市议员王醒之 和第二十届市议员当选人陈冠宇 特地一起召开记者会 提出议会改革六大主张 说明立场 包括一 议长选举不该指示台面下的派系角力 或利益交换 二打造透明议会议事资讯应该完整公开 三问证不再只能沾酱油 四推动基隆市议会成立预算中心提高议事品质 五市议会不该是市政府的附属部门 六让市议会成为市民的靠山落实人民请愿案的机制 王醒之强调担任四年议员期间看到市议会许多光怪陆离的情况 其中集体出现放弃总咨询的荒谬决议更是光怪陆离 在基隆市议会里面所发生光怪陆离的事情 明明疫情就已经缓和 基隆市政府甚至连龙州赛都继续办 但是我们的基隆市议会竟然可以做出集体的决议 把本来要对基隆市市长当面进行的总咨询 直接剥夺掉 改成是书面总咨询 而且这件事情不止全台唯一的议会这么做 只有唯一只有基隆市议会这么做 干出这么荒唐的事情之外 在全台湾地方政治的历史上 从来也没发生过这件事情 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却同时看到 在议会当中上演的是 蓝绿两党的议员可以共同合流 来决定做这件事情 到最后在议会里面的少数 主张应该要继续维持当面总咨询的议员们 除了我们几位少数之外 也有几位国民党内部的正义之士 持续着维持这种声音 但很抱歉 寡不敌众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要说 议会政治不是只有属人头的政治 他还有基本的政治道德跟对错 不过王省之和陈冠宇强调他们不会记仇 虽然国民两大党参选这次议长的人选 都支持过放弃总咨询 因此如果两位议长候选人在12月25号投票前 没有回应提出六项具体改革的回复 他们必须对投给陈冠宇的三千多位选民负责 陈冠宇将保持中立 所以今天这场记者会 有部分是跟议长的候选人说 但更多更多 我是要跟我们暖暖区的选民说 我陈冠宇作为一个公仆 我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我们的所有的这六大诉求 甚至其实后面还有更多了 但是写不完这些都是来自于这些 所有三千四百十九位选民 在这一次投票让我们团队连任 给我的角色 所以这一次议长怎么投 就端看这几天也端看25号当天 是否有这些行动 并且我再三强调 我们要看到的是具体做法 我要看到的是你们的具体做法跟决心 这才是我有办法回应我的选民的 就是给他一个充分的说明跟交代 这是我的公仆角色 话讲说如果看不到这个所谓具体做法的话 你们还是会采取中立的角色是这样吗 那是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到底哪一个议长 可以带领第二十届的议会 他作为一个公仆的公仆 不再发生这些光怪陆地的事情 除了喊话两位议长候选人 这场记者会也同时现场直播 就是为了把议员选票投给王显芝和陈冠宇 支持他们持续改革理念支持者的一个明确交代 记者吴俊松 新闻主播出身 2020年被基隆市长林又昌延览接任综合发展处长 林昏峰负责统整市府重大施政计划 并与市府团队共同努力 让基隆市施政满意度屡创新高 在市长卸任前夕 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江赴美参访 林昏峰坦言一开始有点惊吓 不过这也是对个人与林又昌团队多年努力的肯定 就接到的时候其实是蛮惊讶 而且有点惊吓 那过去当然其实市长跟美国再来协会 我们大概在基隆像是一些 包括海科馆啦 或者是中央跟地方合作的一些议题上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交流 那我想过程当中当然 我相信这几年台美关系 大概有大幅度的更加紧密 所以在基层的一些护访上 我觉得这是也是对我一个鼓励吧 那当然对市长的团队 我相信这是一个肯定 林昏峰表示 参访主题将包括政府的透明度及问责制 希望把金融市长林又昌上任后 改造政府组织的成果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政治领袖 广泛交流讨论 我觉得民主国家就是 人民是我们这些 不管是事无关政无关 他们是政府的主人 所以当然民众在民主制度下 有这个我们有义务去提供他们 他们有权利知道 政府现在到底在干嘛 所以包括整个公开透明 我想不只是口号而已 这一次到美国也看看 世界各国在这些公开资料的处理上 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 国际领袖人才参访计划 由美国国务院主导 邀请世界各国政经及教科文领域的 精英领袖人才赴美进行短期参访 据了解包括副总统赖清德 及总统普秘书长李大为等 台湾各领域优秀人才 都曾参与此项计划 金融市长林又昌在行政院服务时 也曾获邀 林昏峰也期盼 透过这次参访计划 能为台美深化交流 尽一份心力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大家请安问好 谢谢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今年的耶诞节终于可以脱口罩 露出帅气美丽的脸庞了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耶诞哦 中家宽评 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耶诞节快乐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家宽评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再加圣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家宽评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最后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事吧 没有WiFi 我都怕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家宽评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家宽评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落实幼儿园的小朋友 报家音 用充满温暖的歌曲 献上满满的祝福 今天很高兴 带着我们的小孩 来光荣加上幼宝科 跟他们一起同乐 报家音 那我们幼宝科的孩子 也把他们所学的 跟孩子的互动 那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 来展现出来 学姐 学弟 学妹之间 能够和乐融融 然后有一个难忘的 一个圣诞节 光荣幼宝科 精心准备了两大节目 不只猜谜问答 还有可爱的表演秀 客制化的礼物 也让小朋友好惊喜 客制化的样式圈给小朋友 更酷的是这用600多个宝特瓶 组装起来的圣诞树 融入环境 性瓶 食安等教育议题 幼宝科学生 展现绝佳的凝聚力 让满满的祝福 分送到每一个角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为了让基隆市中山区独居老人 以及弱势家庭长者 生活上更安全便利 国际福隆3490地区 基隆分区 包括基隆东区 基隆 基隆东南 新北北海岸 基隆南区 基隆永昌 基隆西北 基隆中区 新北瑞芳在内的9个福轮社 总共集资大约21万多元 捐赠210组浴室扶手 和感应式智慧型灯具 支持基隆市中山区 旗舰计划中 新兴点灯 扶您的手的计划 协助中山区210户 独居老人 以及弱势家庭长者安装 减少跌倒受伤的风险 因为我们是在社会上 基本上我们都是 大半都是做生意的 那我们有余力 我们就把我们的资源 来给社会上的一些所需要的民众 能够做一些资源上的分享和分配 那这边我也再次的感谢 这个德克发展协会 能够做为这个执行单位 那我知道你们过去的七年 你们都是很多都是经费自愁 或者是有一些单位来做一些追逐 那做得非常好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呼吁 就是社会的善心人士 不管是我们五福路社未来的这个公益活动 的延续 基本上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做一些相关的协助 我们人都会老 他搞的行动就比较不方便 那尤其现在冬天 他们更需要有好的设备来保护他们 会独老实质更需要我们大家去观察 本身也是东区福人社一份子的市议员 郑文婷也认为 基隆将进入超高龄化 支持这项计划非常重要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寒冬的季节里面 大家想到我们独居老人的一个安全问题 一起来守护他们的这个居家生活的一个安全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未来我们在议会也好 或者跟市府的一个联系商店也好 我们会希望市政府把这个当做他们动作 因为基隆已经是非常非常高龄的一个社会 对于老人的一个居家照顾 真的是一个刻铺融化的一个意义 中山区旗舰计划中的新兴点灯 福宁的首计划已经进行好一阵子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辅导 借由母鸡带小鸡的方式 也就是由资深的德和社区带领其他相关个礼 以及社区之间的间隙合作 用善心厂商以及社会团体捐赠的扶手和登具 在个礼及社区免费帮若是独居或是行动不方便的长辈 在厕所或是浴室安装扶手及电灯 提升长辈使用时的安全和便利性 避免跌倒受伤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监视器拍下穿着橘色双鱼男子 推着半公椅一路往前走 还以为他在搬家 没想到下一个画面揭晓 男子直接把半公椅丢在路边 人就这样走掉 民众把大型家具放在路边 不是随便丢着就可以不管 必须打电话到环保局 再放到指定的地点 随着过年快到金融市区 陆续出现这样景象 大型家具被乱丢 其实正确做法 不管家具有没有完整 都不需要提前拆解 上面写着编号已经通知环保局 时间一到环保局就会来回收 那蛮方便 我们用主要搬 你来如果要搬到 不知道要搬到 我们也不知道 你还搬不担 我们还不可以 方便啊 方便这些百姓啊 对对 他们一通而已就损给我说好了 没有说拖延时间或者什么都没有 如果有挡到车子啊 或是人的 那个行人的那个也不好 今天就是晚上九点以后搬出来 我们隔天早上就会轻运了 快过年了 这个量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呼吁民众 第一要提早申请登记 那第二要希望照我们的 区队部的排定时间 跟地点将您家中的大型会具拿出来 那不要随意乱丢 这样的服务其实很方便 但就是少数民众看到其他人丢家具 干脆没有预约也直接跟着丢 那一般我们的市民啊 在过年前都会买一些新家具来太久换新 那相对的那些旧的家具 譬如说这个桌子啊 椅子啊 这个躺床 还有一些重头柜衣柜等等 就会丢出来 那这个因为它是属于大型垃圾 不能丢到垃圾车 所以它必须向环保局申请登记 那我们环保局可以用电话来预约 这是比较简便的方法 那因为快接近过年的时候 这个量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呼吁市民能够提早打电话来预约登记 那我们一区对部的话 它是包含我们仁爱区七土区冷暖区 那电话可以打24312589来预约 中山安乐信义还有中正的话 要打24666863 这是二区对的电话 那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除了星期三跟星期日 是我们同人休息以外 那其他的另外五天 我们都有收运大型汇气物 一般大型家具预约好 环保局就会要求民众晚上九点之后 将大型家具放到指定的地点 环保局隔天一早六点就会来回收 过年快到了 民众想太久换新 记得先打电话预约 千万别乱丢 请存奖心 一点处罚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泡面是许多民众方便吃一餐的好选择 为了让面食口感更贴近现煮面条 在台湾一年销售超过三亿包泡面的食品龙头业者 开创出用冲泡就可以吃的非油炸面体 以专研技术保留完整麦香与口感 就像现煮面条一样 就连冠冠面包师傅吴宝春与民厨剪天才 试吃后都相当惊艳 面体我以为是跟刚刚我吃的是一样 结果不一样 对 你觉得都有各自的特色 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 有没有那种亲自到面摊吃饭 面摊揉饭 直接帮你这样献杀的感觉 它有它的那个胶嘛 就是它 就是 那个香气 那辣呢 它不会 就是 其实我很喜欢那种辣的食品 比如说辣 然后进入口之后 它就散掉 这款就有这样的特色 温顺的那种 对 然后麻 但是麻它不会让你不熟 是很喜欢 就是想要一口再接口 麻酱面或者 那个豆食的那种拌面的那种味道 其实它这个整个的味道跟辣味 我觉得都 就跟料理一样 我觉得那个平衡是 是非常的好的 打破传统泡面局限的冲泡式 非油炸面体 制作成各种粗细不同的面条 搭配旗下五大泡面品牌 推出五款泡面新品 要让消费者简单冲泡 就可以享受现煮面的幸福美味 以泡面来讲的话 台湾的泡面还是以 所谓的油炸面为主流 但是我们一直在观察消费者 它在泡面这个领域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在几年前观察到这种 所谓的非油炸面 而且是冲泡式非油炸面的一个机会点 所以我们在几年前推出的 所谓巷口干面 它是在测试整个市场 那从整个巷口干面的一个销售的数字来讲的话 它每年在成长率都超过三成 所以我们觉得说消费者可能是 也是也部分消费者偏爱这种 所谓创泡式的非油炸面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动机 然后在结合我们的以往所专研的 一所所谓的创泡式非油炸面的一个生产的技术 然后两相结合 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五款商品的一个推出 尽管台湾泡面市场已接近饱和 但创泡式非油炸面的年增率却高达三成 业者一连推出五款新品 就是要在泡面市场开拓出新商机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